主要是在裝電腦啦 我們隨時也都可以請假 因為我們公司的請假制度是無限自駕 完全責任制 嗯...我覺得只要成為工程師他們都有個特性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未來事務所的李全 那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會為大家介紹 每個科系畢業之後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以及他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台大C公所的CYY 嗨大家好我是CYY 嘿CYY 你有做過哪些工作啊 我畢業以後做過兩個正職工作 那第一個是在工研院服研發替代役 那研發替代役結束之後我就到我現在來工作 那是在矽谷新創 還把OMELATE ARCAD 一個手機遊戲直播的APP 喔聽起來好聳喔 好想用喔 所以打電動的時候可以幫你直播賺錢囉 呃...其實一般人是很難做到賺錢的效果啦 但是打電動的時候 其實跟朋友一起玩的時候我直播 他在旁邊噴我 就有點像是我們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朋友在打電動我在後面噴他的樣子 除此之外我以前念書的時候我也有一個在 呃...外商銀行IT部門實習的經驗 呃...外商的IT部門 這樣子是都在做後端的東西對不對 那主要是在裝電腦啦 我覺得在裝電腦之餘啊 其實有很多跟前輩學習的機會 可以了解他們運作的方式 其實是實習的過程中學到很多 聽起來也是蠻值得的耶 裝裝電腦有錢賺 還可以學東西 沒錯 OK 那你在omelette archives這邊工作的內容大概是什麼樣子啊 好 這邊蠻有趣的 因為我一開始進這家公司的時候 是以Android跟iOS工程師的身份進去 但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新創公司 然後我們整個服務缺了一個web的介面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轉移去寫web的部分 那web寫一寫以後後端需要人力支援 所以我就去寫後端了 所以你在前端跟後端都是有經驗的嗎 對 都有一些經驗 那你的一天大概長什麼樣子啊 我必須要說新創公司 大部分的新創公司都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的公司非常彈性 非常自由 所以呢 我可以工作一整天 一整天 對 有時候 有時候比較趕的時候 失程比較趕的時候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累 但是 這種痛苦其實也會換來很多的自由 對 就像是 呃 時程如果沒有那麼趕的時候 那 我們隨時也都可以請假 因為我們公司的請假制度是 無限自駕 完全責任制 喔 完全 完全責任制就是你 只要閒著你就可以不出席 不出現 其實基本上是不會閒著啊 不會 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不會有閒著的時候發生 因為發生的話可能是主管失職啊 也沒有主 呃 對 可以 對可以這麼說 呃 所謂 所謂彈性就是說 如果我非常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就可以去做那件事情 好 例如說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那我早上就會去衝浪 早上五點去衝浪 然後十點回來繼續上班 然後因為彈性 因為公司很彈性的關係 所以我就算稍微晚一點回來上班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晚上再做就好了 所以只要把它做完 這就是真正的責任制 對 跟傳說中的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不一樣 對 不一樣 然後我一天呢 一天的工作行程 其實大部分都在寫程式 那大家也知道寫程式其實只有大概 10%的時間是你真的在打字 其他90%的時間呢都是在這邊這樣 努力 一直查一直查一直上網 一直google一直google 然後再去哪裡找這要怎麼寫 那要怎麼寫 那要怎麼寫 或者是google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一直吃零食 一直變胖吧 對啊我現在就很怕 CYY 資訊工程師那麼多 有時候會聽到什麼前端工程師 後端工程師 UIUX 區塊鏈 做金流的 然後有那些會把護照收走的 他們到底是差別在哪裡啊 其實以技術來分 它主要是分成前端跟後端嘛 然後前端就是你看得到的東西 後端就是背後運算的東西 那再多一點 其實還有資料工程師 就是拿到的大把資料 來處理掉 怎樣才可以推薦給你最好的產品 其實大家應該都有那種經驗吧 就是我搜尋了 椅子 接下來你的Facebook 或是IG上面 全部都是椅子 就是資料工程師 他們會做到的事情 那之後還有 其實還有遊戲工程師 他們就是 專門寫遊戲的工程師 那還有區塊鏈工程師 最近很熱門的區塊鏈工程師 他們就是專門去深耕區塊鏈技術領域的工程師 那大致上可以這樣子分 可是其實 其實如果真的要分是分不完的 因為世界上的領域實在太多了 然後前端工程師其實又分了寫web的工程師 跟寫android的工程師 寫iOS的工程師 那以前可能還有寫一些微軟縫的工程師 就是web web iOS android 那個差別在哪裡啊 好 web跟iOS android他們 基本上寫這些東西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那他們的系統 他們的限制其實也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除了學習不同平台語言之外 你還要了解這個平台的特性 所以重點是平台給你的限制 而不是語言上面的差異喔 對 我覺得平台的限制大於語言的差異 那因為我之前寫過android跟iOS 那其實在轉換 轉換是非常快的 只要了解這些主要的程式邏輯 但是要了解各個平台的一些規則 倒是要花一些時間 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什麼是區塊鏈嗎 因為我現在每次聽到區塊鏈 基本上都跟詐騙被連行在一起嘛 做區塊鏈比詐騙 區塊鏈 區塊鏈這地方其實我沒有那麼熟 我也不是什麼區塊鏈大師 那我就了解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所理解的區塊鏈 傳統來說資料就要存在一個人 一個公司 對 他所屬的地方 那區塊鏈呢 我們終於有個機會 可以把這些資料存在公家的地方 存在這個世界上 有參與這個區塊鏈的所有電腦裡面 所以並不存在一個人 有任何一個公司行號 或是一台電腦 你可以直接串改這個資料 所以這些資料它會變成 非常的 Secure 非常的牢固 所以 所以在這樣的架構之下 區塊鏈它就有不可篡改的特性 沒有 他到底怎麼跟詐騙綁在一起啊 因為很多的詐騙他們 背後就會說 他要做什麼事情 那其實那些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區塊鏈才可以達到 只是因為區塊鏈這個詞最近熱度很高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區塊鏈這個詞來招搖狀騙 CYY 如果是你的狀況的話 你也有辦法做一個遊戲工程師嗎 我覺得只要成為工程師他們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們有 不畏懼學習薪資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要成為遊戲工程師 就是給我一些時間 應該給所有的工程師一些時間 他們都可以做這些領域的切換 這樣可以很GY的說 當你跟他說 欸叉叉叉你可不可以做什麼什麼什麼 他跟你說不行的時候他就只是不想學嗎 因為學習其實都有時間成本嘛 如果你給他夠多的錢他什麼都可以做 哈哈哈哈哈哈 當然啦 當然 當然那都是最基本的啦 如果你要做到一個行業的頂尖的話 例如說你要做到一些資料演算法的頂尖的話 當然是可以學 但那絕對不是一時飯課可以達到的 了解 那假設是寫一個遊戲 那整個流程大概是怎麼裁分的啊 畢竟我知道的事情是 寫程式很看整個邏輯架構嘛 那大概會怎麼裁分呢 好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遊戲工程師 所以我只能講我所知道的理解 就是遊戲工程師 大部分來說 遊戲分成寫遊戲跟寫遊戲引擎 那基本上 遊戲引擎就像是前人造好的輪子 然後我們寫遊戲的工程師 就是用這些輪子 拼出一台車子 然後車子就可以開 你就可以玩 這樣子 所以遊戲工程師大多數應該就是 會有一些遊戲企劃 或者是遊戲的藝術設計師 他們設計出這個遊戲 那我們遊戲工程師就會 使用這個引擎 把這些設計師這些企劃 想要呈現的東西給兜出來 所以他是在綁定一些物件 像是這顆火球 在什麼時候要發射 什麼時候要顯示爆炸的畫面 什麼時候要讓人這樣走來走去 沒錯 OK 但是人走來走去 火球打到什麼東西 會發生爆炸 這些東西 應該都提供在遊戲引擎裡面 舉個更好的例子好了 假設有一個石頭掉下來 還有一個彈跳效果 就是駝石車走石 然後石頭有一個彈跳效果 那其實這些彈跳效果的運算 基本上就已經寫在遊戲引擎裡面了 遊戲工程師要做的就是 欸?這個石頭彈跳到一個人身上 那那個人要扣血啊 或者房子要垮掉啊 他要去觸發這個垮掉的事件 然後他也要把石頭的材質 適當的材質給貼在這個石頭上面 蛤?遊戲工程師要貼材質? 貼設計師給的材質 喔 我這也太難了吧 我知道你是因為原本做靜庭關係 那現在會是什麼東西驅動你做這件事啊 身為一個工程師 我大部分的時間都跟電腦溝通 那藉由IG這個媒介 我其實可以認識很多 我本來不可能認識的人 然後在跟大家的互動上 我自己覺得我學習到了非常多 因為可能我平常跟電腦溝通太多了 跟人類的溝通比較少 所以我特別珍惜跟人類溝通的感覺 為什麼我覺得你都在騙人 整體來說 你說TOY就是一個非常會講話 然後邏輯很好 沒有 我是工程師 不太會講話 你現在IG主要是經營什麼樣的主題呢? 我的IG超棒 裡面有很多的貓 然後有一些幹話 還有一些宅知識 不得不說那些貓都超可愛的 嚴選 嚴選貓 那你有問人家要不來我家看貓嗎? 那都不是我的貓 我都拍一點外貓 CYY 那你有認定最好的程式語言嗎? 這問題是一個程式界的大哉問 那我自己是覺得並不存在最好的程式語言 而且我所認識的所有強者啊 基本上就是叫他們寫什麼 他們就寫什麼 那十個時候需要寫什麼 他們就寫什麼 那你自己可以寫到哪些東西了? 我寫過Java JavaScript PHP Python C C++ 大概寫過這些 那我可以叫你強者嗎? 呃 要寫得很好我才是強者啊 我只是都摸過而已 霧書武器而窮 橙色烏豬而飛 OK 那在結束之前 我最後一個問題想要問CYY這邊 CYY你覺得對一個資訊工程師來說 什麼事情是最重要的啊? 這問題很好欸 因為其實我一路走來 我認識了很多非常厲害的資訊工程師 那他們其實都一樣的人格特質 就是他們都有無限的學習的心 然後非常的開放去面對所有的難題 就是他們遇到一個難題 他們不會是 欸繞過就算了 他們常常去追根究底 去完全理解這背後的原因 那其實一次兩次這些累積都會造就這些非常厲害的人 所以基本上是好奇心熱情求知欲 會造就出一個非常強大的資訊工程師 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會造就的不只是資訊工程師 還會造就一個非常強大的人 那以上就是CYY為我們帶來資訊工程師在做什麼的一些簡介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 掰掰 掰掰